2016年,陈晓对陈延熙的一个投沙文可谓是填榨了整个鱼圈 没有人记得伴郎伴娘是谁,没有人记得婚礼上的众人是什么反应 人们只记得陈晓对陈延熙的眼神炙热而深情 在这一刻,两人之前所有的绯闻对象似乎都成了过去式 2014年,神雕侠侣开播 陈延熙别具一格的小龙女形象瞬间就霸占了热搜 毕竟这个形象对比起以往小龙女实在是太过惨烈 但是就是在所有人都质疑时,陈晓挺身而出了 他表示陈延熙就是自己心中的小龙女 或许从这里就能窥探到两人当初的甜蜜 2015年,陈延熙和陈晓被卓尾拍到牵手逛街 当时的网友还没当回事 毕竟大众都在等陈晓与赵丽颖这对甜蜜CP官宣 但是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陈延熙与陈晓爱得坦坦荡荡 无论出席什么场合 人们最先看到的就是两人牵手的合照 后来赵丽颖取关了陈晓 在众人吃瓜还没吃明白的时候 陈晓陈延熙便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官宣 陈晓甚至对陈延熙说 你迟早要跟我姓 简直是把单身狗骗进来杀 8月份官宣 10月份两人就在北京燕西湖 举办了那场堪称世纪最甜的婚礼 陈延熙曾回忆到 在求婚的当天 陈晓先是假装跟他吵架斗嘴 等他掀开了餐盘 意外发现了婚件 当时的陈晓直接跪地求婚 随后又有人端出一个小龙女形象的雕像 面对如此浪漫的场景 陈延熙与陈晓相拥在了一起 童话般的开端不过如此 就在众人以为 两人会一直这么甜蜜地走下去时 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2018年国具盛典颁奖典礼上 陈延熙录祝福视频 为陈晓送上惊喜 但是在台上领奖的陈晓 却全呈黑脸 只是匆匆谢过家人就下台了 要知道 以前的陈晓提起陈延熙 总是满脸笑意 这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这还得从2017年说起 2017年来自弯弯的三线艺人 倪安东深陷感情风波 倪安东的妻子抖出倪安东的绯闻对象 说对方是女神级的艺人 并且一直卖清纯人设 而倪安东合作过的女演员 本就屈指可数 陈延熙就是其中一位 但是本来这个瓜口说无凭 陈延熙不回应这热度也就过去了 但是陈延熙的团队在节骨眼上回应了一句 陈延熙没有介入别人的家庭 这句话一出 狗在门狂欢了 顺便还向网友科普了几段陈延熙的情史 早在陈延熙在外留学的时候 就曾经有过一个男友 后来陈延熙在玩玩出道 凭借那些年中清纯的形象 被称为国民初恋 之后的绯闻更是一个比一个离谱 先是柯友伦大方声称 自己与陈延熙曾谈过八个月的恋爱 后有吴君如上节目透露 陈延熙 陈乔恩 古天乐的感情纠纷 随后陈延熙和文章偏长打闹 又上了热搜 吴君如还在节目中透露 陈延熙私下穿着比较大胆 与台上形象不同 这些料不知真假 但却让陈延熙的形象受到了影响 毕竟陈延熙曾一脸无辜的表示 自己没有前任 如今初恋女神的形象遭受质疑 就连陈小走到哪儿 都会被问到陈延熙的事情 那段时间陈小的状态 可谓是肉眼可见的憔悴 还没等两人理出个所以然来 赵丽颖离婚了 这下子当初的CP粉沸腾了 陈延熙的回应反而透露了 他与陈小的婚姻现状 2021年4月23日 赵丽颖冯绍峰官宣离婚 但没想到这个消息 让陈延熙倒是先遭了殃 离婚当天 CP粉沸腾了 无数粉丝跑到陈小微博留言起哄 让两人复合 众人皆知 陈小与赵丽颖曾经拍摄 陆真传奇结缘 却不知 两人早在2011年 公所珠莲时 已经有了第一次合作 那时的赵丽颖是陈小的福建 因为两人戏里戏外的甜蜜互动 他们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精童玉女 陈小拍戏受伤 赵丽颖第一时间关心安慰 陈小也不止一次地表示 对赵丽颖有好感 在公所陈香的发布会上 明明陈小与周东宇是官配 但陈小却与赵丽颖牵手走红毯 后来陈小谈判赵丽颖 两人又牵手闲谈 在采访中被问到两人的关系 双方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2015年 陈小与陈延熙音系结缘 随后两人迅速官宣领政 但是CP粉们不乐意了 网上对陈延熙质疑 一一波接着一波 最后还是陈小出来解释 自己与赵丽颖只是荧幕CP 这才让CP粉尽了声 2021年 赵丽颖官宣离婚 这群沉默了四年的CP粉 再次活跃 面对网友的评论 陈延熙也是毫不客气地 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婚姻是我们两个人的 只要我们好好的 不用理会其他的事情 7月5号 陈小生日 陈延熙卡点晒陈小与儿子的照片 为丈夫送了祝福 由此可见 如今两人的感情 还是很甜蜜的 不知道观众们对此怎么看呢